一个潜伏在黑帮团伙的沃迪警察因为阻折老大的突然死亡 警察上司一而再再而三的逼迫 让他左右帮派老大的选举结果 一边是器重和相信自己的兄弟 一边是多次有失诚信的上司 在正义和心中的兄弟情义面前 他将如何抉择 敬请收看本期的一米电影 为你带来的这部韩国版无间道新世界 故事一开始 卧底在黑帮组织多年的男主西利哥 正在处理帮派的叛徒 叛徒被打得鼻青脸肿 满脸鲜血 但是仍然不承认自己有背叛组织的行为 疯狂的在众兄弟面前被八戎八尺标决心 看来这人可能是真的没有背叛 但是组织秉持着 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理念 最后还是卷吧卷吧把他投了海 另一边组织的老大白发叔 虽然被检察机关起诉 但是由于黑帮这些人做事是滴水不漏 检察机关没有足够的证据 最后只能无罪释放了白发叔 白发叔出来后 便立刻迫不及待的和自己的情人温存了一阵 出来后是荣光焕发 正坐在车上哼着小犬 没想到被突然冲出来的一辆货车 撞了个粉身碎骨 西利哥作为组织三把手 伊齐哥的手下立马就将这个消息传给了伊齐哥 伊齐哥收到消息后 马不停蹄的赶回了韩国 油光满面 看着没有一点悲伤的气色 众黑帮的兄弟齐聚到医院 但医生抢救一番后表示无能为力 仅出场几分钟的白发叔 就这样拎了盒饭 白发叔死后 组织中的人都各怀鬼胎 各有心思 原先是白发叔在不敢造次 现在都心想这白发叔死了 自己终于有机会当回老大娃娃 在白发叔葬礼当天 组织内是清一色的白衬衣黑西装 看着十分气派 警察也想来凑一份热闹 没想到 这样的举动惹怒了黑帮组织的四把手严肃哥 严肃哥不仅摔了警察用来拍摄的相机 还义正言辞的教训了拍摄人一顿 警局的胖科长也不是好惹的 站出来和严肃哥进行了一番口舌大战 两个人的战争一触即发 白发叔的死亡在黑白两界都引起了不小的动荡 尤其是白发叔所带领的黑帮组织 正所谓群龙不可一日无守 白发叔意思 接管黑帮的无疑是组织的老二 老三和老四 但是因为老二窝囊男 早些年被老三义气哥和老四严肃哥打败过 现在在组织中威望不足 所以老大的竞争就成了义气哥和严肃哥两人的斗争 当然警方这一面也打起了自己的小舅舅 他们决定扰乱黑帮组织有关老大的这次选举 将黑帮组织控制在警方的手中 并且警方将这次计划成为新世界计划 画面一转 男主细利哥正在和自己的维琪老师对弈 原来维琪老师就是犀利哥与警方的联系人 这次老师前来也是给犀利哥指派最新的任务 犀利哥一听不干了 开车就来到了一处飞机工厂 在里面见到了胖科长 犀利哥上来就是一顿发问 不是说好了搜集白发书的证据后 就可以结束卧底生活了 现在白发书也死了 我的卧底生涯也需要结束了 咋还有林郑的指派任务呢 说话不能当放屁啊 犀利哥说完其不打一出来 直接撂了绝子 说谁能干谁干 我还想回老婆的温柔箱里数几天呢 胖科长听了也不生气 不嫌不淡的说道 犀利哥可以递交辞职 继续在黑帮组织干着 但是如果黑帮的兄弟们知道了犀利哥是卧底 这个下场肯定是不用想了 犀利哥一听 这哪是给自己出主意 这不是赤裸裸的威胁自己的吗 可是自己还恰恰必须受这个威胁 犀利哥只能愤然离去 与此同时 雷雷风行的严肃哥召集了阻止的几位老人 见面后 严肃哥也不绕弯子 直接说 现在有个选择题 一是人头落地 二是支持我成为会长 几个人一听 这哪是什么选择题 但箱子面前只能顺着严肃哥的话说 这天 义气哥因为要处理一些事情要出国 结果过安检 就被胖科长的人给拦了下来 胖科长开门见山的 直接拿出了一些资料 说你以为严肃哥跟你哥俩好啊 暗地里早就把你出卖了 只要你和警方合作 我们就保你当上帮派的老大 义气哥的称号也不是白来的 再咋样出卖兄弟的事不能干 义正言辞的拒绝了胖科长的合作 离开后 义气哥就指派手下调回境外的杀手 并且调查身边的人有关卧底的事情 胖科长这一面尽一记不成 再是一记 通过从希腊哥那里得到的资料 将严肃哥暂时关进了警局 这严肃哥明显智商不够 几句话就被胖科长起了脑 以为是义气哥出卖了自己 另一边 义气哥很快就收到了卧底资料 并且提前回到了韩国 将希腊哥叫到了一个地方 希腊哥知道自己暴露了 心里荒地一癖 但是义气哥到最后也没揭穿自己 反倒是抓来了伪装成为其老师的联络人 令希腊哥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司机竟然也是警方的人 镜头一转 胖科长还在离间义气哥和严肃哥的关系 这次还偷出了一打自己与义气哥会面的照片 严肃哥一看这个受不了了 义气哥平时和自己一副哥俩好的样子 没想到他三心二意 对胖科长也是这样 随后严肃哥叫来了自己的手下 准备给义气哥一份大礼 没有多久 希腊哥和胖科长也进行了会面 希腊哥也崩溃了 询问胖科长什么时候在我身边安插了别的卧底 这事我咋不知道呢 就这样聊着聊着 帮里的二把手窝囊男出现了 胖科长说 这义气哥和严肃哥都不好把控 现在警局决定把窝囊男扶持上老大的位置 而且前几天有黑客攻破了警局盗走了你的资料 这肯定是义气哥干的好事啊 可是他为啥不杀你呢 希腊哥一听也懵啊 这天 希腊哥和义气哥来到车户 然后就遭到了严肃哥手下的追杀 义气哥虽然身手不凡 但对方人多是众 最终还是面临着去见白发书的危险 临死前 义气哥对希腊哥称 自己给他留了一份礼物 希腊哥听着义气哥的指示 打开了他的保险柜 在里面看到了自己警察的资料 和义气哥带给自己和妻子的礼物 黑帮老大选举的事宜如愈而至 此时严肃哥也因为证据不足 被警方释放了出来 窝囊男为了显示对希腊哥的重视 亲自来接希腊哥 没想到 车越开越偏 将希腊哥带到了一处大桥上 原来窝囊哥也不想再窝囊了 打算杀死帮派中的几个巨头 自己彻底的统领帮派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 帮派中的人早已经归顺了希腊哥 最后窝囊哥的死被伪装成 开车意外坠合的场景 与此同时 希腊哥的手下也在同一时间杀死了胖科长和局长 严肃哥也被希腊哥的手下 从大楼上推下摔死了 现在这个世界上 再没有知道希腊哥真实身份的人 而希腊哥的一系列举动 帮派中再无人敢造次 希腊哥顺利成为了帮派亲的老大 这部电影被称为韩国版的无间道 评价可谓是非常高 故事情节紧凑 前后连贯 重要的是演员们的演技炸裂 不知不觉就被带入其中 也点提的指出了一个 新世界中美丽和丑陋 绝对是一部非常值得观看的电影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文鑫 如果想表达对我们的支持 就给我们关注 点赞和转发吧 下期节目 我们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